美专家,罗元氏事态性气球他的强硬,显示了中共的沮丧南中国海风起云涌。 专家,别紧张,2019,也许风更平,浪更近,美军马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2010年5月,在西太平洋航行美国海军照片,2019年新年刚刚开始,南中国海看似已经风起云涌。 先是美国军舰,进入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12海旅的范围内,挑战美国所说的中共的过分海潜主张后来中国媒体说,万号为关岛杀手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投入使用足够覆盖南中国海海域。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即便出现了这些激烈的言辞和动作,南中国海今年的局势,可能更加平静美军南中国海自由航行。 中共寄出东风26在美国军舰1月7日,进入帕拉塞尔群岛之后的一天。 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抗议之外,中国媒体做出了反应。 1月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共军队的火箭部队,已经将航母杀手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6部署到西北的戈壁沙漠。 而且导弹射程足够覆盖南中国海海域东风26也被称为关岛杀手,足够将美军在关岛的军事战略设施。 至于危险之中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中共对美军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直接反应。 包括美国有线电视台在内的媒体,都以美军自由航行后,中国用导弹做出回应。 媒体做出了报道,除此之外,中共军方人士也提高了调门。 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大校1月9日说,中国将根据面对的威胁,进一步加强南中国海人工岛礁的防御。 他还指责美国危及区域安全他说,两国军舰肯定会近距离接触,很容易发生误解,或误判甚至碰撞。 如果发生碰撞,根本原因在美国张军社的这番讲话,也被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世界媒体报道烧造前。 中共退役少将罗元12月份的有关击沉两艘美国航母,造成万名美军伤亡的讲话。 也得到媒体的充分关注罗元在一次军工企业的会议上说,美国最怕死人。 我们现在有东风21B,东风26导弹,这是航母杀手我们击沉他一艘航母。 让他死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一万人。 你看美国怕不怕罗元是北京的事态性气球。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AMTI主任格雷格波林 Greg Poli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允许罗元这么讲话也允许他的话被公开发表。 是为了向华盛顿发出了一个事态性的气球,并不是真心要在南中国海动用武力。 他说罗元少将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注意,为什么北京允许罗元的讲话被公开发表。 我想他们就是希望在华盛顿引起这样的担忧和讨论啊。 中国中共,真的要动武了,我们该不该退却。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向华盛顿传递一个信息。 这是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试探华盛顿的反应,他们真正的政策不会是这样的。 我认识的所有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都认为,罗元和其他强硬派,在政策制定方面,并没有影响力。 波林认为,北京没有任何兴趣在南中国海与美国发生冲突。 以前历次事件都展示了这一点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中共在面临使用武力,还是退却的选择,北京都选择退却。 中共这样的做法,不仅是针对美国,在与越南和菲律宾交手的时候,也这样他说。 中共的目的是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动用武力他说中共最希望的手段是霸凌。 是威吓偶发核误判,可能升级不过波林担心美中在包括贸易、人权等更广泛领域的紧张关系, 以及美国盟友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都可能激怒北京。 北京有可能会反击而这样的反击,可能会导致事故和误判的发生。 9月底美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和中共蓝州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险些相撞。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和李凯Eric Heginber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很难想象,美中有意图在南中国海发动战争。 但是,他也担心现场发生事故和偶发事件。 他说,我担心偶发事件的发生,然后升级这样一来两国就。 很难从中抽身,或是退卸美国坚持自由航行行动。 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中共,在南中国海过分的领土主张。 我们会继续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中共,会继续抗争push back,这是我真正担心的。 事故或是偶发事件出于误判或是真正的偶发,但是不是故意的。 南中国海也许会更加平静。 理查德韦茨、Wincher Deweyts,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 他认为,鉴于美中在更广泛领域的紧张关系中共在南中国海可能会更谨慎。 南中国海可能会因此更趋于平静。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想今年应该会更安静一点,我想中国人应该对特朗普政府比较担忧。 贸易和其他问题,让他们有点措手不及我想他们今年可能会比往年更谨慎。 他认为中国媒体以及罗元等人的强硬态度,显示了中共的沮丧。 他说,虽然美国没有能够成功阻止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 但是中共也没有能够制止美国进行这些巡逻自由航行力度不够。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还认为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力度不够。 他认为,中共虽然没有能够阻止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但是, 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却遭到中共的限制, 比如越南无法开采南中国海的油器, 资源菲律宾渔民,无法在某些区域不渔等, 这都显示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力度不够。 而且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友,正在丢掉阵地他认为除了坚持自由航行行动之外, 美国还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让中共侵犯区域国家权益的动作曝光, 迫使中共做出改变。 另外,美国还应该考虑地违反国际法的中国公司和机构, 做出制裁等。